勝利不如你做這個最判法 無論性的事情你都做在下雨 他是一個宏極義時的茶葉商人 可是風光之後他卻大起大落 然後對自己的家族的企業 他也從來不認命 接遠當然就是要先學這個客家話 是比較難度比較高的 發醜的時候說 修 修我們就唸成修 修習的修 我說這怎麼發 他說你就用 誰跟烏一起唸 誰烏 誰烏 他真的就發這個音說 誰烏 演出1950年代的茶葉大亨 國子前為了角色認真學客語 擅長模仿終於形象鮮明的他 靠著內斂細膩的演技 演活的角色 我自己本身私底下是不可能做老闆 我不會發號視力 但是透過這個戲劇 還可以過癮一下 當大老闆的那種演 郭子前在戲裡過足當老闆的影 而同樣以茶經入圍金中式地 對歷史很有興趣的溫生豪 在演出KK這個角色時 更能理解任務心境 當然我知道 但工廠們很近 要教你 你覺得工廠們不能學 你 像扶貧一樣 虛無飄渺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有一點這種感覺 他既是哪裡的人 又不是哪裡的人 那過了70年 現在我們好像某種程度 還是面臨一樣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是我賦予KK這個靈魂最沉重的部分 我覺得那時代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暢然感 然後我覺得那一段戲 其實我演得是滿辛酸的 尤其我對他這樣渣渣 那個眼神我都好很想哭 但是不能哭 因為你一哭 你透露出大人的脆弱 小孩很敏感 小孩一定會覺得發生什麼事情 你只能說爸爸現在先出去一下 但可能就沒有回來了 這種為人父的心情 被笑稱是女兒傻瓜的楊佑玲 肯定能體會 他今年以滑燈出上禮 帶點兄弟氣息的行精角色 三度挑戰戲劇類男主角 我正在忙 不好意思啊 我們也是職責所在 他本來就是必須遊走在這種 黑白兩道的中間 所以我覺得他不能是一個 太有正義感的人 他是必須要有一點灰色地帶的感覺 什麼時候要跟人家去拔乾淨的 什麼時候是要開玩笑的 這些方式 我覺得他可能是需要去拿捏 跟需要去設計的 好啦 再來上你 包 好 包 包 襲警喔 原本設定呢 潘文成有一點點 孔童 但我們他在走戲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說 如果以潘文成的個性 我覺得他好像 應該要對這件事情是好奇的 對 所以就變成他跟寶寶的那場戲 變成潘文成有很多對寶寶的一些上下的打量 然後反而覺得 這一個小姐 小姐 好像也可以吃一下豆腐的感覺 對 一樣飾演行進 逆局中的朱宣揚衝勁十足 調威牙訓練 只調過兩層樓高 這個六層樓 差不多啦 應該差不多 就玩大怒神嘛 就是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今年23歲朱宣揚 有著年輕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膽識 出道才四年多 作品就已曾獲得金鐘 金馬與北影提名 心土可奇 另外在去年 癌症過世的排灣族演員 查馬克法拉烏勒 在斯卡羅里 飾演大骨頭的他 一生致力於推廣圓民文化 而致力於 發揚台灣傳統戲曲的陳雅蘭 則是金鐘獎史無前例 入位男主角的女演員 以角色來界定嘛 那我們 在戲裡面就是男主角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演小生 出腳不移 出心不秉 我們要經過很多的訓練 連大熱天 你都不需要穿著很厚重的衣服 然後還包括要束胸 就是你 你還是要讓人家覺得你是男生嗎 其實戲曲會有一些 他所注重的美感 在這支戲我們用很自然的方式去呈現 不會像以前不是大動作的那種 我們印象都很寫實 所以讓人家很自然的 就覺得我們是男生 演技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 陳雅蘭靠著多年來累積著扎實功力 儘管女扮男裝 卻仍舊能讓觀眾看得幸福 得到金鐘獎戲劇節目男主角提名 將跟其他五位傑出演員一同角逐 也讓本屆勢力之爭 添增了不一樣的焦點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